新北市秀朗桥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自撞的死亡车祸 一名40岁女骑士沿着秀朗桥往中和行驶时 不明原因自撞了车道分隔岛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人行道上的安全帽跟口罩沾满了血迹物品散落一地 机车也倒在一旁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女骑士自撞分隔岛之后倒地 目警民众赶紧报警 而警方到场之后将机车扶起并且清理地上散落的物品 恢复交通 也将女骑士送医抢救 但很可惜最后还是伤肿不治 你好我是宋彦鸣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